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最近中国队即将出征澳门世界杯的比赛 这一次的赛事在4月15号就要打响我们中国队期待包揽男女单打的冠军 从公布的参赛名单来看 中国队这一次一共派出了12名主力 包括孙颖沙、陈梦以及樊振东、马龙、王楚清这些核心球员都会去争读冠军 然而让很多球迷意想不到的是呢 在这一次的比赛即将开始的同时 就在最近我们国拼的一期杂志封面呢 却在外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甚至被一些球迷质疑 疑是澳门世界杯男女冠军啊被内定了 到底是什么情况以及真相又是什么 我们和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 就在最近呢 中国体育报杂志的小编啊 在他的一个社媒当中 赛出了国拼杂志的最新一期封面 那么在这个封面当中呢 我们看到了仪式出现了 男女单打的两位世界冠军 而这一位小编呢刻意给这个封面给打了嘛 并且宣布在这一次的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后呢 才会正式解锁 后续去啊 这个杂志冠冠军的封面都做好了 到底是不是意味着这一次的男女冠军 已经内定了呢 所以有些球迷就非常的生气啊 在社媒留言攻击这个小编 认为他们这样的做法实在是非常过分的 也会让我们其他的选手丧失信心 不过对于这个说法呢 中国体育报的小编 却一语的否认 并在评论区啊 做出了解释 他说呢 其实这两个封面呢 并不只是一个运动员 而是我们男队一个封面 女队一个封面 也意味着他打马的内容 实际上呢 有很多运动员 只是有些球迷可能以为只有一名运动员 所以认为呢 那个上封面的运动员 就是本次澳门世界杯的冠军 才会认为呢 我们内部已经内定了这个冠军 从目前来看呢 我认为呢 应该是双方的一个误会 并不存在着所谓内定冠军的情况 毕竟大家也非常的清楚呢 这一次比赛高手云集 除了中国队的主力之外呢 包括外协会也派来了一众高手 即便是我们内部呢 真的啊 默认了谁是冠军的话 那么这个选手就一定能够打得过 外协会的选手吧 所以我认为啊 我们球迷在关心自己喜欢的球员的同时呢 也应该保持客观理智一点 不要动不动呢 就网爆别人认为我们的冠军已经内定了 其实没有这么多的潜规则 还是要靠这些主力球员呢 用实力来说话 相信大家还记得在之前 人川冠军赛的抽签分组出来之后 有些球迷呢 同样造谣说 我们国平教练组已经内定 陈梦夺冠军了 内定他拿到第一之后呢 锁定奥运门票 结果最终呢 陈梦连决赛都没有进去 而不被看好的 王万玉则是挺进的决赛 差一点就拿到了冠军 他的奥运积分也反超陈梦 所以我认为啊 真的不应该呢 去揣测 甚至是抹黑我们国平教练组 我们一切的比赛都是十分公平公正的 我们也期待这一次 我们一众主力 能够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好了 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